迷你,弹仔,圆梦,我的世界,再加英语课,等于ABC英语9 没错家伙们,就是这款超级弹仔 但评分却比弹仔还要高的软件,ABC英语9 我听说这款软件打着学习的外表 背地里去干着其他勾当 走,我们去看看怎么个事 首先就是今年的选角色环节 表情身份不是很多,但每一个都逐个抽象 你好 充 进入游戏,他就让我操控角色行走,跳跃 好家伙,超也不超专业点 我们弹仔都会专门弄一个新手训练营的关卡呢 很快啊,他啪的一下就给我弹出了一个宠物 我去,直接摇摇领先了好吧 弹仔都还没提出的宠物系统 他倒是先开发出来了 咱就是说也不知道他这个宠物有啥用 好,全部东西都弄好以后 他就让我去学习,获取这个什么知识币 你说让我学习就学吧 但这些题目会不会太简单了点啊 就算我们看不懂这些英文 看这些照片也能一眼知道答案了好吧 更何况你还有提示 我选的不是高中教案吗 这些题都高不过学龄钱啊 打完这些弱智题后 他给了我50个知识币 然后就自动给我弹出了这个 色系盲盒 就是这个画面 和弹仔可以说没啥区别了吧 不过这款软件唯一有一个好的地方 那就是磕不了金 我找了半天啊 如果你想抽这些盲盒 那就要获取那些知识币 而那些知识币的获取方式 就是通过答应语题 你能这么做也算是良心未敏啊 然后带大家看看这款人家的巅峰赛 只有8个人 进游戏还敢干嘛 进去以后 就是今年的跑酷了 就这地图 我看着也有几分熟悉啊 当我们跑到了这个地方 就会被卡在这里 非要我念完一个英语多女才可以继续跑 咱就说你要么好好做游戏 要么好好做学习软件 这样的咋叫品种算什么吗 说好听点叫寓教娱乐 说难听点就是癞蛤蟆找青蛙 长得丑还玩得花啊 而且我还发现 玩这款软件的人还不少了 我是在周一早上玩的 好家伙 网上上还有这么多人 我都有些男帮了呀 家单们谁懂啊 你说他们抄起我们就算了 而且抄得还不像 抄得不像也算了 评分还比我们高 最早谁说离去忙啊